那抹黑林佳龍 那事實上吳世偉這個 我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各位要知道 現在被貞澤一直是說 你怎麼改變這個章城 這個過程要讓我們知道 而且原來章城裡頭 是要在地戶籍才可以 延親標一直都不是 他就是住在殺戮 不是最近才簽到這邊來 趕快簽到大甲來嗎 好 那你如果把歷次翻出來的話 那至少會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算當初他要變更 後來有核備 請問一下變更的時候 他的戶籍在哪裡 那戶籍如果不是在大甲的話 那對不起 你當初你就是違背章城 你在變更的那個當下 很可能你就是違法的 所以你不只是把 要把現在章城調出來 你應該把歷屆以來的章城 你要調出來 讓我們看這個嚴格 他一直不拿出來 他一直不拿出來 他就有鬼嘛對不對 對嘛 那到最後就是像剛剛這個 我們的預言所講的嘛 我就有告訴你 因為盧秀燕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跟嚴家互相 大概應該有很重的心結了吧 嚴家大概認為說 你很不意思嘛 選前一頁你要出來騎台 沒錢沒彎 那林敏林洪派根本就說 盧秀燕你如果早點出來 得票就不是這樣 可是對盧秀燕來講 一定想說我媽媽市長 我本來形象多好 我本來八十幾%的滿意度 我現在信任感掉了十三% 我聽到